看看新闻网 12月2号 3D武侠电影《四大名母2》 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导演陈家上率一众演员登场 有冷酷路线的邹兆龙 正常路线的鲍贝尔 文艺范儿的胡夏 到了邓超这儿 就变成一位帅哥 另前三位女神 柳言性感 刘亦菲清新 香烟灵动 这邓超福利也太好了吧 如果你以为 接下来四位主演要讲电影故事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你永远跟不上邓超的节奏 我们不是在偏长 这怎么这么顺手 看着表演欲这么旺盛的邓超 三位女神就顺水推舟 给了邓超一个人情 我们一致决定 让他拿着鞭子跳那个 那个到底是哪个了 玩杆儿 哎呦天哪 没错 就是邓超的拿手钢管舞 起初邓超还是有点扭捏的 不过害羞了一秒钟之后 姑娘邓超的小宇宙就爆发了 自己跳还不算 就连刘一飞江燕也被拉下了水 这二位的表演 现然比邓超差远了 作为在钢管舞方面造诣颇深的邓超 终于按捺不住 秦子上管之道 好 要我示范什么 来 你怎么了 我不能转身了 你怎么了 我裤子崩了 快点 赶紧给我拿个 给他看 没事 我也只要你拍 天真的刘一飞竟然还不相信 你真的蛮专的 我向大家看一下 真崩了 可是裤子崩了 发布会也得继续下去 不是什么都挡不住 敬业的邓超 劈了一件大衣之后 依旧释出浑身解数 与众位女神互动 没事是平行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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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挺好笑的 而且这样的演员真的都是好人 为了这个观众 为了粉丝的快乐 他们也真的是 或者